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方塊四季 我是老頭Olderman 我們好久沒有回來方舟方塊了 為什麼老頭會回來呢 沒有為什麼 因為模組要來了 好不好 方舟方塊呢 在7月17號的這一天 他們呢就是決定要開放這個工作房的這個 一個程序吧 意味著是什麼呢 就是說呢將來呢方舟方塊就要開啟大模組的時代了 好像好像 好像還有人聽不懂嗎 我就直接講簡單一點好了 那些方舟生存進化的滅絕模組 奇緣模組為什麼會出來 會有這種東西 就是因為工作坊當時有被開出來 讓大家自行去創作然後放在他們的工作坊裡面給各位玩家去下載 那現在呢方舟方塊世界呢 也是依照這個 方舟生存進化的一個路啊 就是呢開放了這個工作坊 將來呢 就會有很多的模組可以玩 那會不會有那些像是起源或是滅絕 或者是一些神奇寶貝模組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這就要看這些 這些熱情的玩家 熱情玩家的這些造化了 那麼呢今天我們要幹嘛呢 今天呢老頭就稍微演示一下老頭裝載的一些模組 今天這一集的內容可能不會很多 所以說各位請見諒 因為 大家一直逼問我說到底哪時候出方舟方塊 終於擠出了那麼一點點小料 我還是把它拿出來拍了 然後那現在呢你們會看到我們這右下角是有這個F1 F2 F3 F4 這些呢其實老頭是開創造模式進來的 因為今天這一集本來就沒有打算冒險 今天這一集老頭要介紹我們的模組 封面的縮圖應該告訴你們我們今天幹嘛了 老頭大概裝了幾個模組有一些還不錯用的介紹給大家 我們介紹一下第一個 第一個模組就是開啟生育模組 開啟生育模組 就顧名思義就是可以讓你的動物交配 交配完之後你會生出來這樣子 那之前方舟方塊是沒有這個功能的 但是呢透過模組呢是可以把它直接給 立馬讓他有生育功能 你們聽不懂嗎 我講更簡單一點好了 這個猿人呢 公的猿人雄性猿人 本來沒有小雞雞 當你就是裝了這個模組之後呢 給他克了一下這個藥水 他就有小雞雞了 哈哈 這樣講會不會太直接啊 不過 也是最最 最快的嘛對不對 各位看一下 他們現在這個中立 然後也是中立 雌性跟母性 我們的馬里愛跟我們的這個 兩金勘吉 給他克一下 強制使用之後呢 下面顯示現在可交配 當然呢這個也是也是 來 給你吃給你吃 讓你們該長的東西都長出來 開始交配了 因為老頭調倍率的關係 所以說他交配的很快 然後待會就要蹦出一隻猿人 非常的快速 完全不拖泥帶水 就讓我們看一下等一下怎麼生吧 但是呢這個模組目前為止還是有個缺點 因為官方還沒有做出baby的那個樣子 所以說生出來直接都是 成年的 你看 哈哈哈哈 哇 你是怎麼塞在你的母體的啊 啊 原人 原人大哥你是怎麼塞在你的馬里愛身上的 你就這樣子跟他體型一樣大的跑出來 相信呢其他恐龍應該也是比照辦理啊 所以說呢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新的模組 那模組要怎麼裝呢 那其實有玩過方之後生存進化應該都知道怎麼裝這個我也不多說了好不好 OK讓我們進入接下來進入下一個齁 你有沒有看到老頭的這個模組了啊老頭現在裝的這個就是堆疊模組 有沒有看到什麼不一樣 我們不一樣 不一樣 啊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欸我的暴龍把誰殺啦不管了 好啦總之你們看我們這個肉有沒有 堆疊數量1000了 啊堆疊數量1000了 有沒有看見 有沒有 沒錯堆疊模組已經來到了我們的方舟方塊世界了 我們再不用這麼的辛苦一個一個 或者是10個10個 又或者是50個50個100個100個100個了 太棒了 終於開始有點比較 沒有那麼的難玩了 相信未來會更 不容易 應該是說相信未來啦 應該是 不會更難啦 好不好 現在就越來越簡單了 沒有像以前剛開始玩 拓荒這麼的刻苦 這樣子 好這是另外一個模組 那我們另外 這是堆疊 那另外一個模組呢 是叫做 火龍模組 他就是把方舟生存進化裡面那隻火龍給搬過來 可是呢 我現在找不到他的道具 他原本是從這個工藝 技藝 工匠技藝這個地方呢 學習一個藥水 然後製作出來之後 然後 召喚出來的 但是現在沒有 好像我看官方一下 他好像是說 我看一下官方 他好像是說現在是暫時回收 因為現在很不穩定 所以說他工作房那個項目給他拿掉了 那他有給一串這個指令代碼 我們來試試看有沒有 這個指令代碼也不給喔 哇 這樣是不是就沒有啊 我看一下 有沒有在我包包裡面 沒有 不過沒關係 他下面還有一個召喚代碼 我們試試看一個召喚代碼好了 沒有就沒有了 哇兩斤堪騎你怎麼走到路上來了 兩斤堪騎這樣不行 兩斤 NO 兩斤過來 你不要這樣子就是迷路了好不好 關閉學模式 不要一生完就這麼興奮 然後衝來衝去嘛 你這樣馬里愛會難過耶 又是社後不理 馬里愛在這裡 你們乖乖的齁 哈哈哈哈 啊對了記得那個叫 育育成交配模式你記得要開巡邏啊 跟望周生存進化一樣啊 不要沒開啊不然不會動作啊 好我們現在試看透過這個指令有沒有辦法把他召喚出來喔 火龍模組 然後我們到時候按下 F F2快速訓養 哎唷 召喚出來直接就是 召喚出來直接就是訓服了 太棒了太棒了 這隻其實啦 嚴格來講就是幽靈龍 的模組做出來的 火龍 Dragon 就只是換個顏色 右鍵的火焰是紅色這樣子 C鍵呢 C鍵好像是抓東西也可以見 跟以前沒什麼太大的兩樣 沒什麼太大的兩樣就只是換個顏色 然後不需要按就可以騎的那一種 這個不需要按 沒什麼太多的功能 他跟幽靈龍應該差不多吧 我先來攻擊一下前面那隻雷龍 攻擊看看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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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被燒傷 啊 燒死你 哇血好多喔 行耶 讓你承受我地獄之火的力量吧 別 雷龍 啊 死了 血好多喔 怎麼這樣 希望這個風舟方塊之後出一個血條模組啊 弄個血條模組給我啊 不然我就不知道血量耶 很尷尬呢 不會點攻擊了 好死掉了 哇 斷了三截 漂亮喔 送我一些血 好多東西喔 馬上可以點三十五點全部點攻擊 全點了 等一下耐力好了 我覺得耐力也是很重要的 走走走 喔唷 哇 這個倍率再加成四千六啊沒有那個是體型加成 誤會誤會 幹什麼東西 小死 有點想要把幽靈龍帶下來 我們幽靈龍在哪裡 好像不在這個樣子 我可以稍微回來我們這邊看一下幽靈龍跟我們這個火龍長什麼樣子喔 大同小一 大同小一 有沒有看到 只是缺點是 不是缺點只是差別 差別在火焰幽靈龍眼睛會發電很帥氣 然後我們一般的幽靈龍就 沒有裝那種 瞳孔放大片之類的 兩種不同感受 看你們喜不喜歡而已 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這個新的模組 方舟方塊 第一批模組 放出來的這個新的模組 大家如果有喜歡的可以自己去弄一下這樣子 好不好 OK那麼接下來呢 重頭戲就來啦 接下來這個模組老頭還沒有試過 不過呢 應該可以成功吧 那就是 七龍珠裡面的神龍模組喔 那其實神龍模組也是用某個模組做出來的 顏色稍微改改了 但是外型跟 顏色應該是不一樣 外型應該是一樣的 老頭去找一下 現在其實說真的方舟方塊模組 還沒有很多 而且有些地方還蠻有bug的 還是有bug啦 真的真的是有bug 順勢一體喔 老頭這邊還有裝一個模組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你們現在看到這個了沒有 這四個模組呢 就是 在方舟方塊裡面生產不出來的 像是草皮土地 你是每次把他打掉之後就變泥土放回去就露一個出來很醜 不美觀 你裝上這個你可以製造有草皮的方塊 草皮的泥塊 砂紙方塊呢好像打完之後就沒了也沒辦法生成 這個可以製造出來 水跟熔岩不用講了 喔 就是不可能製造出來的東西你透過這個模組可以製造出來 但是呢好像有bug 因為剛剛我們講到bug嘛 所以這好像有bug 當我們製造出來要放的時候就 我就當機了 所以說暫時各位還要 稍微等待一下等他修復吧 現在剛模組剛開始很多東西都有問題喔 所以說 就是 就是把各位當白老鼠做測試 我也是白老鼠之一啊 有問題提出來他就有辦法修復啊 對不對 以前的方舟也是這樣 以前的起源滅絕什麼都是這樣來的啊 對不對 所以說不要覺得這隻白老鼠 好不好有時候你還會爽到 好啦 不管了我們現在講最後一個啊神龍模組喔 神龍模組大概是長這樣我記得他不會主動攻擊 啊我跳gain 喔嚇我一跳我要跳gain了 為什麼會動 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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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強訓你 強訓了沒 強訓 強訓 你不要攻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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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ver ever 強訓強訓 差點殺了我們家的這一隻 這隻小狗啊 Oh my gosh 其實火神龍 之前我剛有介紹過火神龍他是可以馴服的 但是在這個道具欄裡面他是沒有安 而且他是要靠指令召喚出來的 那火神龍之前那一集的火神龍是紅色的嘛 那這次他這個被稱為神龍模組 那這個連封面都是一隻神龍 他就只是把顏色改改而已啦 顏色改改而已然後呢 我現在召喚他的鞍 把鞍放上去看起來比較帥 其實大同小異 我怎麼認為 好不好 大同小異 右鍵 哇 到底有沒有在噴啊 C鍵 這招一直都很帥 火龍蜂 打0D彈飛耶 這隻火龍沒有 那什麼東西 火龍沒有傷害耶 啊有啦20D20D 好笑啊 為什麼龍捲風沒有傷害啊 我們再拿這隻總統四刀好了 可惡 C鍵在CD 可惡 C鍵在CD 可惡不行我一定要再轉一次我不管 丁北要再轉一次 快讓我轉 讓我轉 啊不能轉了 沒功能 轉 普通攻擊 兩百四十一 初始的時候 轉不起來啊 好吧算了 給各位看一下這是我們的方舟方塊世界裡面的長得超級像是七龍柱神龍的一隻龍喔 其實呢這就是模組改的而已啦並不是真的而且因為他的外型其實也不像他只有身體像而已 他的這個臉不像 他的臉看起來也不衰小樣這樣子 好不好 OK那麼今天介紹差不多到這裡到這裡結束了齁其實真的就是模組介紹也沒有什麼太多的內容 因為呢也沒什麼內容可以拍了 好不好那麼 將來呢如果出一些大型的模組像是類似奇緣或是滅絕那一種的 老頭應該就額外再開個系列重玩吧我說真的 因為這個系列已經被我玩到就是 已經沒什麼可以玩我應該不會沿用這張地圖老頭應該會沿用新的地圖 啊 然後這個就拿來當作日後官方真正有在做更新的時候回來玩 好不好 就這麼決定了各位 好吧那麼今天已經先到這裡了結束了如果喜歡影片的左下角訂閱右下角小塊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我們下一集方舟方塊世界有機會再見面啦 拜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